山東省會濟南日前爆出數千棟遺建別墅 當局曾經宣稱整改拆除 但押金營舊虧然不動 濟南市南部山區位於泰山山脈 是濟南重要的生態同水源咸養區 成旅人蜂擁湧入 這數千棟遺建別墅 大多是在國家禁稅令出台後的2003至2015年建成 當地管委會通報自2017年起捲起的拆圍封部 先後拆除各類圍建6871處共423萬平方呎 但多是為平房、廠房和臨時搭建的農家樂等 別墅只是佔極少數 當地民眾表示 此前拆除的別墅只是冰山一角 大量別墅被網開一面 這些堅挺別墅四年來虧然不動 個別新的別墅項目仍在大張旗鼓建設中 2017年5月 濟南南部山區管委會負責人在某次大會上透露 在南部山區建別墅非負責貴 涉及社會各界名人、企業家、藝術家等 當地不少村民說 這些別墅的主人有些一體就設計幹部 包括省、市、體育、郵政和教育系統官員 而除了成旅人前往起屋 當地一些村官和村民也群起房校 滑山坎樹、興建別墅形成風氣 報導說 數量驚人的私家花園 形成萬山片野 全面侵蝕姿勢 造成地面硬化急劇增加 大面積地下水補給區域遭到破壞 對濟南全群 持續擁流 構成潛在威脅